字幕提供 如果眼睛能夠看得見 我最大的希望是我能夠看見我的小孩 因為小孩子從出生到現在 我一直也沒辦法 知道他的一举一动 包括他的脸部表情 如果我能看得见 我们想做到这个部分 小叔 别吵 小叔 你来了什么事了 你人明明就在这里 却滑手机滑个不停 也不理我 是怎样 没办法 智慧手机 对我们听障者来说 可是个最贴心的大发明呢 对外沟通就靠他了呀 不过 你也要善用啊 不能老是拿来聊八卦嘛 有啊 网购也帮了我不少忙呢 只要利用LINE 购物不用常常去百货公司 写评啊更有效率哦 哦 哎 LINE的功能不止这些哦 台北市民当家热线 1999 也推出了LINE 线上服务哦 我知道啊 1999热线 早就有提供手语视讯服务 透过免费的SkyB软体 让听障朋友 借由手语视讯 与1999手艺员 用手语沟通各种试证问题 真的是非常的方便哦 是的 现在啊有多了LINE 可以供我们选择 但是目前LINE 手语视讯服务 只针对哪些部分呢 就是听障朋友 对于市政咨询 以及紧急救助的服务 一般民众 还是以专人接听为主 所以听障朋友 要好好享受 这项专属的福利 嗯 好了 今天我们的节目 就进行到这儿 要跟大家说再见咯 别忘了 每个星期六下午四点半 要记得收看 我们听听看哦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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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记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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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昨天晚上没有事 跟人家一起去 讲的 所以很把 好 好 播好阿达 好 他脑筋退化了 我老张益壮 再一次 再一次 不要管他 就走了 来 好快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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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